黄晓明瘦身话题热度持续不减 在《戴假发的人》和《阳光俱乐部》这两部电影中 黄晓明的身材变化简直看弱两人 让人不禁惊叹他的敬业精神 为了完美诠释戴假发的人 中的梦中角色 黄晓明不惜一切代价 分狂瘦身 黄晓明通过极端的饮食控制和锻炼 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剧中的角色 在拍摄另一部电影《阳光俱乐部》前 黄晓明又不得不尊重 这样的体重变化对他来说 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据报道 他在拍摄期间 每天面对的都是一碗碗的 西红柿胡萝卜汁等健康淡口感不佳 被饮品 难怪他会一次失去所有力气和手段 当初影镇看到黄晓明如此拼命 满眼不可置信 可见黄晓明为了角色付出了多少努力 这样的演员才是真正的橡皮人 能够为了角色和故事不悟 不惜改变自己的体型和外貌 黄晓明的敬业精神 无疑为观众带来了更加真实 震撼的观影体验